说现在啊 江 马上就要干嘛了 江运 一见天外 我不说了吗 杜甫吹牛 还是在人间的这个层面上吹牛 你看他说过那事 他挺正常的 都是什么文章 都是跟文章有关的嘛 杨雄 什么曹子健 什么 看我说的是什么 王汉 李庸 王汉 什么 说的都是这些人 到李白就怎么样 御剑飞仙 这都已经 这成仙了是不是 然后挂公扶桑 扶桑是哪 扶桑是月桑 扶桑树还记得吗 记得 吴邦坎树 这什么呀 那是桂树 说在那东海 也不多远多远 回头 你可以看一下山海经 那个东方有一棵树 那棵树叫扶桑树 上面住着太阳 上面住着十个太阳 是吧 然后那地方叫汤谷 是吧 是汤的 为啥叫汤 那个汤其实就是热水的意思 汤是热水的 现在那汤不是了 挺好喝的 说在汤谷 为啥汤谷 十个太阳在那住着 你说那水不开的都怪了 是吧 然后说那太阳的妈妈 在那成天给几个孩子洗澡 那地方 那棵树就叫扶桑树 说李白他要把公挂在那 他要把公挂在那 他真是要把皮肤烫坏 然后说扶四海 我扶于四海之上 什么叫扶于四海之上 我的规格 我的格调比四海还要搞 什么叫四海 原来说那个中国周围都是海 就原来想象啊 我们这个国家 这块大陆周围全是海 为啥说有四海龙王 东海西海南海北海 是吧 四海龙王就这么来的 然后呢 横八荒 八荒我说了吧 这是四个方向是吧 加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这是八个方向是吧 这个方八个方向走到头 叫八荒 这个方向走到头 那这得多远呢 哪个方向能走到头 他说这扶于四海之上 横于八荒 你说这挺胖的 这个 到这出宇宙之了破 这下更麻烦的 宇宙是啥意思吗 宇宙是时空的意思 这个词啊 现在一提起宇宙啊 这个词可不是一个外来词 这就是个中国词 典型的中国古代传言 这是这是时空的意思 说他整个什么 纵横于时空之间啊 然后呢 灯云天之鸟 这怎么样 这还是人吧 这是仙儿了吗 这是仙儿 而且还是个大仙 要用那个刘宝瑞那句话讲 就是罗国要疯啊 是啊 我看到这个 就是白先生要疯啊 是呀 所以你看啊 这就是李白这一段 但是后边还有啊 后边还有呢 这里的就是我觉得 拿这个和这个杜甫的比一下 你看一下 同样是吹牛 为什么说你看说李白 他是浪漫主义啊 他确实浪漫 就这种东西 你看我们就是当笑话讲 是当笑话讲啊 但是如果我们不当笑话讲的时候 这种纵横的这种比触啊 和他那种超出一般人的那种想象力 确确实实很难再遇到 除了他之外 我觉得苏氏都比不了 就这种这种天才的想象力 谁能比得了呢 我 你 吹牛你可能能赶上的 但是那种想象力你肯定是赶不上了 我想屈原吧 屈原吧 也许屈原能和二位能有一批 那就是我们不当笑话看啊 就是整个这个这个这个笔触 能能有这样想象力的 也就是吹牛能吹到这个水平的 从古至今也没几位 李白算是一位 如果另外再找一位 能吹牛吹到这个水平 先别说他吹不吹啊 能吹到这个水平的 另外一位我恐怕也就是 去啊